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講一個自己治療 一個慢性疾病的一個過程 然後支氣管的過疾是就是 它是通常在冒冒的時候發生 就是大概10月到2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支氣管會有就是異常的過疾 然後它會造成就是 避到秋輪會不斷的過疾 然後它是一個慢性部罷疾病 它其實是很難測試的 那我是在大概4、5年前就是 秋冰的時候就是有感冒 那我本來是有感冒 所以我就到診所去看醫生 我就到診所去看醫生 然後它只有開個三天更的藥 然後其他症狀 其他感冒症狀都已經結束了 然後就只有天下咳嗽 那我以為應該就好了 可是它其實過沒多久就一直複發 就一直咳 然後它頻率越來越長 它甚至咳了好幾分鐘都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沒有辦法控制它停下來 然後到最後是睡覺都在咳 那我有回診所重複治療 跟診所推薦軟網大院 重複治療會沒有效果 所以我就自己到那個藥局去拿掉 那它只有開了一個 反抗生素的抗生素的抗生素 這個是診所跟醫院沒有辦法開的 抗生素的藥 很嚴重 所以我就決定就是找看有沒有反抗生素的治療 那其實我本身是 就是抽炎症 那個我從高中就開始抽炎 那我一定非常重 所以我必須要先把那個 我的鹽戒掉 那我很快就戒掉 因為風機實在太強烈了 那個戒掉之後 所以我 我的牙齒變還比較乾淨 然後那個 肺部應該比較健康 可是這樣還不夠 因為我還要加強我的心肺功能 然後 因為我其實抽炎之後 就沒有運動 那我的 我的身體其實非常多不好 那所以我就是 為了要鍛鍊規律 運動的計畫 所以我就先從比較 然後緩和的運動的 去到開始 我就跟先約朋友 因為他說自己沒有痕心 所以先約朋友 就是做長走的那個 長走的行程 就是大概就是每週 然後後來就變成每天 那做了三個月之後 我就要加強 就是變成到操場去做跑步 那操場跑步 基本上是每天一個小時這樣子 可是 就是這個過程又發現 其實我大概跑了兩三個禮拜 我的腳就受傷 因為 我的那個 鞋子 太重 所以我 然後還有就是 膝蓋也受傷 所以我 就變成要去換下我的 設備 然後讓 就是換成專業的慢跑鞋 然後跟護膝這樣子 會比較容易受傷 那因為 跑跑那個 天 就下雨 就是 台北容易下雨 所以我就 再買了一個踏步機到 到室內 然後 這樣子 持續的半年的結果 就是 那個支氣管不免發病的季節又到了 然後其實 就 就檢驗一下 那我發現其實我的那個 症狀已經好很多了 然後所以就是 接下來就是變成一個 其實 那個階段已經算是 沒有再步伐 然後所以 後來這個階段 就變成說在維持 身體狀態的一個 計畫 就是所以 我到專業 就是 去找一下那個 我住家附近的健身房 也有找過健身房 也有找過運動中心 也有找過公園的一些運動設備 然後後來我是到運動中心去 那其實你要到運動中 或中心健身房 一定要先去 因為 一般沒有在運動中 可能不知道說要去 先做體適能的檢測 因為檢測一下自己的身體 大概哪部分方面需要加想態 就是說 要如何正確使用 他的健身的設備 那我現在是每天都會健身 一個小時 然後 我有做很多的 身體方面的訓練 那我今天會把這個故事 分享給大家 是因為我發現 我看到我身邊很多的事 他們其實也有 他們其實也有一些生病 然後他們有一些 其實是 沒有辦法跟人家講出來的情癖 那我希望可以就是把我的故事 講出來的事 鼓勵大家 甚至 遇到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都可以繼續想 堅強那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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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